美军重塑了电子战的未来 最近美国空军又推出了一款新的电子战吊舱 名字也很萌 愤怒的小猫 与美国之前的鬼怪死神的风格相差甚远 虽然新吊舱的名字没什么杀伤力 但是性能却是实打实的好 空军在8月份还特意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表示愤怒的小猫可以重塑电子战的未来 为了简单一点 咱们就叫它小猫吊舱 按照美国空军的说法 小猫吊舱用的是认知电子战技术 系统通过机器学习自动应对战场情况 选择合适的干扰阻断方式 或者及时分析敌方发动的点站干扰信号 选择反制措施 而且通过自己的开放式架构 还可以快速的更新软件以及数据库 大致意思就是在战场上实时更新 虽然小猫吊舱在今年8月份才出名 但是它在10年前就开始研制了 开发小猫吊舱的目的 只是用于假想敌部队的攻击飞机 模拟对手实施电子攻击 说白了就是一个教练吊舱 结果小猫吊舱模拟的太过出色 而且还容易升级 美军就计划对其中至少4个吊舱 进行重新设计然后用在实战中 利用作战飞机在作战中干扰敌方传感器 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选择干扰技术 评估干扰效果 并根据敌方使用的电子攻击技术做出反应 在今年4月进行的两周测试中 美国空军对小猫吊舱进行了30次的飞行评估 在测试过程中 小猫吊舱都可以直接计算出当天测试的所有威胁 并计算出反制方式进行升级 到第二天再次测试时就可以反制同类型的威胁 这也就意味着 之后美军可以使用开源编程语言编写 对己方进行快速开发和现场更新 在之后的电子战中一直占据有利地位 等于说之后的电子战就是美国一个人玩了 别人虽然也有一大堆的电子战设备 但是玩一天就不行了 小猫吊舱连夜升级之后 看谁都是弟弟 那么小猫吊舱在电子战中具体能发挥什么作用 是否可以改变战争走向 火力军的看法是完全可以 小猫吊舱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于电子对抗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雷达对抗 通信对抗 雷达也就是采用专门的电子设备和器材 对敌方雷达进行侦查和干扰的电子对抗技术 包括雷达侦查和雷达干扰 目的是获取敌方雷达的战术和技术情报 采取相应的措施阻碍雷达的正常工作 我们常说的使用电子战机通过电子干扰 直接使某地区军用雷达通讯网络大面积瘫痪 其实就是雷达对抗 共鸣思义利用频谱干扰敌方的通信 同时又能够保证己方通信畅通的作战手段 主要包括通信侦查通信干扰通信电子防御等 从以往的战争来看 雷达对抗和通信对抗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 也是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把现代战争看成一个人 那么指挥控制中心就是人的大脑 各种飞机潜艇坦克就是大腿 各式火炮导弹火箭就是拳头 卫星雷达夜视仪情报系统就是耳目 而通信系统就是人的神经 神经系统一旦出事就会导致全身瘫痪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通信对抗就是围绕破坏对方神经系统而进行的斗争 通信对抗是最早出现的电子战形式 到现在还在用 小道打击恐怖活动大道局部战争 比如1996年俄罗斯打击车臣武装 1991年的海湾战争 当然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海湾战争 号称军事实力世界第四拥有仅次于苏联的强大防空火力的伊拉克军队 在以美国的电子压制下 雷达指挥通信系统变成了笼子瞎子 上百万大军最初没有统一的指挥只能挨揍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使用的是频率不变的定频电台 抗干扰能力和保密性能很差 美军轻轻松松就捕捉到了伊拉克的通信信号 然后使用EC-130H通信干扰飞机等大量电子战装备 对伊军的通信系统进行干扰 在伊拉克的通信网蒙上一层电子迷雾 电话充满了噪音 收报机也是一样 伊拉克整个通信被迫中断 电台完全陷入瘫痪 指挥失灵处处被动挨打 而美军通信所用的是先进的跳频电台 电台频率每秒钟以进千跳的速度不断变换 信号无法捕捉抗干扰能力强 俄罗斯打击车臣武装的杜达耶夫 玩的也是通信对抗 而且还很花 为了追踪杜达耶夫 俄罗斯利用杜达耶夫打电话的电波频率 采取电子战手段将它弄死了 具体的形式大致就跟美国人打击 胡塞武装领导人的卡西姆一模一样 俄军先通过秘密渠道 获取了杜达耶夫电话的电波频率 然后动用了伊尔76电子战飞机 在车臣上空昼夜不停的飞行 只要杜达耶夫的电话一起用 飞机上的侦察设备就会根据 率先知道的频率测出其所在位置 然后引导导弹进行攻击 于是在杜达耶夫一次长时间的通话中 两枚导弹从天而降将其击毙 感觉就像是现在的反辐射导弹 看见雷达信号就给你来一发 从当前的战争形势来看 对于所有实施地面机动作战的部队 拥有电子战的优势也就意味着行动自由 在削弱敌方的同时发挥几方的最大战力 美军上将托马斯·穆勒曾预言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获胜者必将是最善于控制 驾驭和运用电磁频谱的一方 所以美军在新型电子战能力建设方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提防俄罗斯 美国智库及军方人士认为 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电子战行动 可能是美军未来作战的一次预演 在未来的作战场景中 美军遇到的对手能截获并干扰通信 切断无人机的链路 并致盲所有雷达和传感器 这点其实有可能的 毕竟在海湾战争之后 战争就步入了现代化 不仅美军有电子战的装备 别人也一样 之前宽松的作战环境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战争 都是在竞争性电磁环境中作战 这个时候 作战飞机会更加难以对目标实施攻击 2018年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托马斯上将称 美军一架AC-130 在叙利亚上空 遭到电子干扰 不清楚干扰源是来自叙利亚 俄罗斯或伊斯兰国三方中的哪一方 而且从现在的俄乌战争来看 谁在电子战中占优势 谁就能主导战场 俄军在战事初期的时候 没有利用电子战 现在好了一点 已经能干扰无人机了 在俄乌冲突第一阶段的分割包围作战中 俄军电子战在空袭作战及防空反导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准备不充分 后勤保障乏力没有体系化运用 所以乌克兰军队就夺取了部分电磁频谱优势 给俄军造成了不少战损 在第二阶段顿巴斯的作战中 俄军就利用电磁战斗管理工具 协调电子战与火力打击行动 制造大范围干扰盲区 夺取乌军指挥控制权 制盲北约情间真系统 破坏乌军对目标定位的准确性 阻止乌军使用北约好兄弟的武器 实施远程精确打击 将战果稳步推进 使得战争形势不断向俄军利好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在海马斯抵达乌克兰之前 俄军的优势会逐渐扩大 不过俄军的电子战装备 其实也就只能跟乌克兰显摆了 在俄乌战场上 PGK电子战系统辅助勇士赞歌 实施电磁战斗管理任务 俄军电子战装备与俄军雷达 通信指控装备等存在自扰现象 为了确保俄军雷达 通信指控装备的正常使用 俄军被迫放弃了电子干扰的应用 所以俄罗斯的电子战装备 看起来确实是多 在俄乌冲突中 也使用了很多手段 对乌军进行攻击 比如对一些战区 进行大功率的压制和干扰 让乌军的GPS系统无法使用 并且阻止乌军进行通信 但战场上真实的情况是 俄方的电子战攻击 并没有对乌军造成太大影响 反而乌军的指挥通信水平 还一直吻压俄罗斯一头 俄军电子战部队的一大特点 就是通过强大噪音 压制干扰的野蛮战术 来对敌人进行大范围压制 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作战理念 放到现代战争中 已经不实用了 一方面 现代战争讲究的是 进行精准干扰 一旦范围太大 就很难对敌人 进行有效干扰了 另一方面 这种大水漫灌式的干扰攻击 也会对友军造成极大影响 在俄乌冲突中 北约就曾经发现 俄军曾多次要求电子战部队停止干扰 直呼受不了 再干扰下去 自己无线电系统恐怕要在乌军之前就崩溃了 俄罗斯如果拿在俄乌战场电子战装备打美国 估计俄罗斯撑不过两天 美军现在的电子战已经升级了 电子战都不叫电子战了 而是电磁战 电子战主要指的是无线电和雷达系统 强调电子设备层面的直接攻防 而电磁则是包括了所有的电磁辐射 指的是电磁频谱内的战斗 美国国防部把电磁频谱视作一个作战域 即陆 海 空 天 赛博空间之外的第六个作战域 如果将整个电磁频谱视作一个作战域 那么发生在这一作战域内的所有敌对行为 行动自然也就成为一类战法 就比如空域内的空战 海域内的海战一样 电磁频谱域内的所有敌对行为 行动自然也就叫做电磁频谱站 这种逻辑关系很好理解 但不好理解的是究竟什么是电磁频谱站 频谱站可以视作是具备赛博站能力的电子站 小科普 赛博站 是泛指赛博空间的作战行动 赛博空间主要由电磁频谱 电子系统以及网络化基础设施三部分组成 电子站能力表面上看似更侧重探测 欺骗和干扰敌军电台和雷达等主动性措施 但是本质上都涉及赛博站 涉及到所有军用无线网络 这类系统美军也已经研究了很多年 如果从2001年美国国防部提到舒特计划算起 这种研究至少已经持续了15年的时间 除了舒特计划以外 美军还有很多系统据称也都具备这类能力 例如美国海军主导研究的下一代干扰机 据称就具备向敌方战场网络注入恶意代码的能力 2015年的时候 美国就正在为F35研制一种吊舱形式的赛博攻击系统 美军高层表示赛博攻击吊舱不会降低飞机的隐身性能 除了小猫吊舱 美军还推出了EC-37B罗盘呼叫 美国空军的电子战系统由EC-130H EA-18G和F-16CJ这三款电子战机构成 EC-130H携带较较多的电子战设备执行战役层级的电子干扰任务 EA-18G执行伴随式电子干扰任务 并在必要的时候直接深入对方防空圈内执行防区内电子战任务 而F-16CJ则装备ASQ-213吊舱和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对对方的雷达节点和防空导弹进行硬杀伤 最新的EC-37B主要目的就是取代EC-130H电子战战机 任务也是干扰敌方指挥控制通信雷达和导航系统 美国空军说小猫吊舱会重塑电子战的未来的原因也很简单 很简单它升级的速度比较快 现在的电子战都是装车上或者是吊舱 一场战争打下来还是一个样 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拉倒 被打几个巴掌就过去了 结果小猫吊舱就不一样了 打不过你我就升级 今天干不过你晚上回去升级一下 到第二天把昨天吃的苦加倍还回去 等升级到一定地步 小猫吊舱会得多了 看谁都是弟弟 无论对方怎么干扰都没用 等于说美国一个人玩电子战 那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 在线海湾战争伊拉克被暴打的场景 这谁顶得住呀 就比如俄罗斯现在打的是美国 使用自家的PGK与勇士赞歌打算致忙美军 切断美国的情报系统 结果第一天用的好好的到第二天不能用了 而美军的干扰系统却能正常使用 这还打个锤子回家洗洗睡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小猫吊舱测试成功了 但是新款的电子战吊舱能不能进入空军服役还是两说 毕竟还需要国会老爷和五角大厦的决定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小猫吊舱什么时候可以服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